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因为人的关系做错一些事情 没有人持着飞机 飞机最终飞到游进撞山 我们发觉飞机的引擎 控制不可以自动 你自动的时候 它好像说高速 停止了 我的良心不可以使我这样做 今天满地可的天色阴晴不定 虽然奥林匹克公园里面的奥林匹克体育馆 植物公园 和体育馆旁边的满地可斜塔 一直都是引人入圣 旅游必到的观光热点 显然现时的人潮比较冷清 设计新泳仪附有特色的白色斜塔 连接着两座椭圆形的场馆 就好像一只引颈仰望的天鹅 带着小孩向自由的天空期盼 斜塔高270公尺 每当有人登上塔顶去撩陷的时候 四周方圆80公里的任何景致 都可以一览无遗 1976年 满地可成功击败强劲的对手 莫斯科和洛杉基 成为第21届下季奥运会主办城市 为满地可提升了不少的国际知名度 与此同时 因为这次奥运会出现严重超支 结果政府要背上了24亿美元的亏损 直到2006年的11月 这一笔债务才得以清还 而奥运可以为满地可市民留下的 或者只是一声唏嘘的坦试 而满地可三十多年 在蓬佩奸享有不足知名度的郭培 对他过去的一切 有的都只是美好和感恩的回忆 机械工程师郭培Nikolas 一直被朋友称为飞机医生 自从93年退休之后 他再得到一间航空集团的垂清 继续负责赞写他在退休前 还未完的飞机维修工程搜册 这里是我1993年1月退休离开家航的时候 家航就送给我做纪念品 这里很多飞机我都做过 除了五架 这五架飞机我从来没有做过 从DC3开始我都做过 1993年1月退休之后我继续做工 1994年1月参加了Bombardier 这些就是救火机 Water Bomb 这个就是他示范的时候 怎样在水里的湖里 在海里拌出水 就像Water Bomb 放在火里 去救火的 我很小时 就很好奇的 一样东西都要研究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一个的念头就是说 为什么飞机会飞的呢 从那个念头开始 我就说不如我去找出为什么 我就去图书馆 我就一直看有图 我就开始明白飞机是为什么会飞的 这个空气流通 流过这个液的时候 就因为这个液的那个浮力 它就会产生浮力 这个液在空气里面走过 它就有浮力了 飞机升空的时候 从地上升空的时候 它不单只要靠这个液 它就要靠那个角度 飞机的角度 它的头是向上的 就是这样的 它就叫做Angle of Attack AOA 那个引擎推飞机向前走的时候 风力撞到这个液的时候 就产生反应力 这个反应力 就推这个飞机升空了 原来香港土生土长的郭培 至少就和机场一带的地区 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而亦都是因为这样 间接引育了它日后工作的目标路向 原来我呢 就是在启德基城出生的 我在爷家那里接生的 接生我出生的 爷家那里就在帝街 是九龙城那里的 但是这条街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爸爸是九龙城出生的 那他告诉我 他说爷爷做卖鱼的打鱼的 他就赚了点钱 就卖了一间屋 在那里 日本人占据了启德机场之后 他就将在启德机场附近的民居 就拆掉了 他的理由就是因为 他要让他日本的轰炸机可以落 因为那个本 原来在启德机场附近的 通常是被一些小的 英国的飞机下 我妈妈是九龙城寨的人 我爷爷就是很小 过去九龙城 过去九龙城 姓郭的人 所以我对启德机场 九龙城 我又很有感情 1960年 郭培中学毕业之后 由于他是家里面的 大儿子 在父母的要求之下 他要为他的人生奴向作出抉择 那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 我父母就说 你要出去做工 我就决定 我就要找工 很奇妙的 然后呢 我看了一份报纸 南华早报那里 就说 他们要 顾请这些叫做学徒 由飞机维修的学徒 那我想一下 好啊 做飞机 那我又有机会 可以学东西 又有机会 可以自己自立 我不用父母来 负担 生活费 那我就决定 去申请 一百二十个人 申请 他们开始西人 在这一百二十个人之中 他们就取六五十个人 在这五十个人之中 他们就选八个人 我自己都觉得很渺茫 什么时候才轮到我 八个人 这么多人来选 这有些奇妙呢 我就在那里 他就选择了我 有些同学 他觉得 他再想继续去大学 深做那些 那些就离开 有些是想说 我想多些人工 觉得这些学徒的薪水太低 那又不做了 所以到我们毕业的时候 我们只有三个人 1967年 同系基督徒的 郭培和太太Nancy 决定移民加拿大 并且选择满地河 作为定居的地方 对当时的Nikolas来说 理由只有一个 在香港移民来说 满地河 只是一个理由 因为他有家行 家行的总部在这里 我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本来是来读书的 但是那个移民官 我去申请 student visa的时候 移民官就说 你已经做了先生 为什么你不去教书 我们需要先生 他就立刻和我改了做 他说你去多伦多 我说我不去土安图 我不去多 土安图家行不在那里 没有总部 他不会去请人 实际上也挺奇妙 安排了一份好功给我太太 我一来做事的时候 学校就立刻问我 你欢欢你读书 我说我好欢你读书 我本来就是很想来读书 他们学校这个教育局 又让我去读书 又为我安排一切 还让我有机会去 玉京大学进修 当我读完我的石士的时候 他就让我进去教育局做顾问 于是我们两个人 也有一份好功在这里 我们做到现在 我从六、七年做到现在 事实上从做学徒开始 都成为过境飞机维修工程人员 直至退休为止 获赔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但是他深深感到人的有限 所以倚靠神 就成为他做人的座右名 飞机是和干权很有关系 你驾的车呢 你的车坏了 我抛楼 放在路边 没事 走去 叫人拖走 你飞机坏了 你不可以 在天空那里 你怎样 他会掉下来的 有个飞机 他飞去雅典 从塞普鲁士到飞去雅典 就是因为人的关系 做错一些事情 做到飞机里面的气压 没有管理 就是没有空 不够空气 那机长合并 就是趴收了 暈倒了 没有人开飞机 那飞机 那飞机突然飞到油尽 撞伤 所有的航空公司 都是喜欢 可以用新的飞机 就像我们要开新车 坏的机会少 但是呢 旧的飞机的好处就是 因为 维修的人来说 因为他熟练了 他对一架飞机的系统 和他的性能 知道 他的历史也知道 所以对维修的人来说 维修旧的飞机 就是比维修新的飞机 因为每一次有新的东西 当然你要学 所有人都要学 尤其是飞机师都要学 你学了之后 你未必一定会认识 因为它复杂 性能又不同 很多新的飞机 整天都延伤的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很多东西的东西 那些机师 或者是维修的人 都很生 有一段时候 我们就发觉 那个飞机的引擎 那个控制不可以自动 只可以自动 那个自动自动 就是帮助机师 减轻它的负荷 让它不用经常 诺心温度很高 它推过Trotos的时候 它就有温度的控制 但假如你没有自动自动 你只能够认识 你只能够认识 你就要留心 它的温度 它的温度 不可以太高 你如果太高 它的引擎就烧 那个难题 做了整个月 几个星期 没有人做到 那我们又换了 那个电脑 换了很多个 又做过 那些电脑 又做过很多次 一样做不到 整件事就好像硬了 维修部 上上下下都苦无对策 还成为其他部门的同事 在茶余饭后的笑柄 但是郭培并没有灰心 因为他深信 神必定会保守带领 我还记得那一天 我就跟这个同事 大家很熟 大家都是学徒 他高我一班 他是有引擎牌 我就是有那些移标牌 那我两个人去转车 我就看着 他一推 他推过Toroto的时候 Tick off power It's ok Manual 但当它转车 转转转去自动 那个转转 那个转转 即是他好像有一个讯息 不行 这样就切了 那我有个灵感 我只可以说 这是声明的感动 我就说 只要一个是这样 就是那个温度 那个温度 因为这跟温度有关系 你一自动的时候 他好像说 High温度 就切了 那我的灵感 就是说 我跟我同事 同事说 我要查这个温度 这个温度 我就走上去 那个引擎 那里 换引擎 那个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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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我就去查 啊 我就查到 那里有两条线 一个转 一个转 一个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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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這個機的舊,每次換引擎,經常要搏 他將那個小圈弄大了,變成兩個大圈 到最後換引擎的機器,搏不留心了,他調錯了 我馬上調整他,我們馬上走去走安妮 要用事好快,皆大歡喜,神感動我做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很奇妙的事 我真的將一切靈略歸過給神 除了在工作上感受到神的看顧,在家庭之中 國培夫婦同樣親嘗到神同在的滋味 神在我身上,在我的生活,我的事業,家庭方面 他有幫助我,他答應我討告 我們初初來到的時候,國培夫婦要回夜班 那時候,他要由晚上11點到7點 我很記得當我知道有寶寶的時候 我就在神的面前有個祈禱 我說,神你知道我在這裡沒有家人 那你可以幫助我的 就是使我很平安,沒有痛楚 因為他是早了產 所以我去生他的時候 我根本都不知道 因為我因為水袋穿了 那時候是半夜半夜了 那我就自己打電話去叫的士 那我的的士老婆剛剛是第一天上班 我去到的時候 那位醫生跟我檢查 他說,不要緊,寶寶還沒有這麼快出來 他說,你可以回家 但是他突然想一下 現在已經是差不多三點了 那你可不可以 為什麼你自己來 那我就說,因為我先生回夜班 他說,那不如等你先生 下班的時候 你打電話叫他來 那我說,好啊 我好安靜,好 好有信心 知道神是會看顧 就在我們這樣等的時候 那個嬰兒沒多久就出生了 是,是這天 紀念十九叔我醉 神,神是愛 讓世間滿溫暖 若問我何以歡笑一碗面 家人主,滿我同行 獲賠的一生充滿恩典 因為它是來自一個基督教的家庭 至少就有機會認識神 我很幸運在基督教家庭裡長大 所以我很小時候 我六七歲就已經去浸信會 做主學了 那我就讀聖經 我又懂得救恩的道理 我就在那裡 我就開始思想救恩的問題 人的罪的問題 到了我長大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我就知道有好與壞的分別 有黑與白的分別 我覺得神愛我 因為我覺得祂經常寬恕我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不對 做得 在我心靈裡面 聖靈感動的時候 你覺得不對的時候 我就來到神面前認罪 因為我有道種在我心裡 好像一個指南針一樣 在帶領我 我自己做人性的方向 對國培的太太Nancy來說 他更是恩典無限 因為他是來自一個 傳統宗教信仰的家庭 因為我家裡很多男孩子 女孩子很少 我姐姐去了其他地方讀書 只剩下我一個女孩子 所以我媽媽 叫我和樓下的嬸嬸仔一起化 他們帶了我去主學 我在那裡認識了神 在我信主的時候 我的爸爸很不喜歡 他說你可以去禮拜堂 但是我不太喜歡你 加入教會受洗 那時候我很擔心 而且他也有意思 好像說 如果你相信的話 我就不認你是我的女兒 我是一個很清楚 救恩的人 而且我覺得 我應該在族人的面前見證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一定 我一樣東西都可以 聽你說 但這一樣東西 我就不可以 他就不再理我了 如是這都很多年 直到我離開的時候 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他說 我知道你的神 是一個很真的神 因為我在你的身上 就看到 葛培是工程師 但他也有一些很溫馨的態度 不是硬碰碰的 但我很欣賞他們 是很關心 特別是英文堂的年輕人 是很難得的一對夫婦 信耶穌對我 對我的人生觀 對我自己的家庭 對我的職業 很有關係 若果我不認識神 我不接受基督 我會很驕傲 神設計這個宇宙 這麼奇妙 我們是什麼呢 我們是很渺小的人 但是神對我們有興趣 我的事業到如今 就是神的保守 就是因為我做這份工 不單只是我為人去做 是因為神也是我的老闆 神是在那裡監察我 滿地可奧運會 令人不愉快的時跡 或者隨著歲月的流逝 會漸漸被人淡忘 但是過陪退而不休的一生 恩著有神的同在 他感覺好像如櫻展指一樣 可以自由奔放地飛越長空 邁向精彩的人生 神給我一個很好的手冊 做人的手冊就是聖經 我就在神的華語面 來得到幫助 你來到神的面前 我覺得不單只是用理性去想 關於神的事 你是要用謙卑的心來接受 你用信心 用謙卑的心 來到他面前 神就會接入你 用盡我心 竭力作嚴作光 誰知道 崎嶇必須嚴重 靜著教主 子力量重複去過 心知道 現當努力去過 親愛的朋友 你對基督教信仰的感受 又是怎樣的呢 誠意邀請你打我們的 免費熱線電話 和我們分享一下你的心聲 你也可以來我們的網上留言 恩餘之聲的網址是 www.sobem.org 願神恥福你 我們有很多很好的回憶 他的弟妹和我們一起長大 很多青年經過這間屋 很多我們認識的朋友 他們路過也在我們 很多傳道人路過也在我們 所以我覺得每一次我們看起一些時候 我們就覺得滿有神的恩愛 我們要有心情 唱主人去敗 下方世人 才愛裝聲明 我要厭才行你 本生多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